大家好,我是一球,商店出了常规的25k,45k,整年出过限量促销,额外今天就是两个全SBC,首先是头条的动态卡,发现了右边后卫克劳斯,成本在小8万吧,一套83再加一套85,还有一张黑卡,是双三星,主角右脚,178的身高,高高的心态,身体模型是偏瘦,没啥特技,速度93,控球86,敏捷很高,95,防守80,耐力99, 赛季初,朗斯表现还是不错的,最近状态一般排在中游第九,最近也没怎么拥球,三平两副,那这张卡国籍和连线都是很好的,和朗斯的队友方法纳也有特别好的连线,另外方法纳也入选的头条,应该会在周日加入到卡包里,评测说这张卡呢,虽然不如那张普金的哈基米,连普金都不如,但是他能提供非常好的连线,而且这张卡本身其实还是不错的,性价比还可以, 再有就是一甲的月最佳,弗拉霍为奇,来自佛伦萨,87的总评,需要限期一套83,加一张黑卡,只要2万,很便宜的,双三星,主意叫左脚,190的身高,中中的心态,高中的身体模型,又是身体型的前锋啊,86速度,85的控球,89的射门,终结95,进攻位置94,强壮93,投球精度有94,但是弹跳很低,只有77,人家卡肯定不是版本啊,控球再怎么加,估计用起来不会太好, 那其实这个价格来说,这张卡还是不错的,做出来当一手卡做任务,其实也是可以的,另外年度最佳投票会从10号开始,大名单也陆续开始公布了,好,就是以上了,谢谢观看,我们下一期再见,拜拜